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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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今天见到那么多位新著名艺术家 不同媒体的作品在这里展出 亦都反映了他们自己的创意 亦都反映了来自鱼山各不同地区 他的文化艺术家背景是怎样衍生成为当今 就是看一个重要的部分 下次不愿可以变成另一个名题 瑞国变成圆国 圆国就不是将瑞国这东西平滑了 而是圆的意思是圆转随意 那位新著名艺术家在以后的创意更加可以 取心所欲吸收不同的灵感 利用各种材质 利用各种媒体 利用各种风格 很容易很圆转很流暢 这样继续发展自己的艺术家 其实现在的世界真的很混乱 譬如我们全球暖化 或者可能春年就是世界末日 的时候作为艺术家 其实我们想要做些什么 或者我们的社会 现在需要些什么的艺术家 我就期望下一次未必是一个圆角 可能是大家可以有一个更加尖銳的视野 或者是一些更尖銳的角度 去为我们的社会 带来更多不同的看法 或者是艺术的作品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亲自感受了我们这次主办的 文化地图的余佳妍主席 还有丁卓士为这个展览做了大量的工作 也感受到我们香港的长官 做工作的认真态度 所以我们加入其中的圣诞荣幸 我也希望在下个月 10月15号 我们在这次展览的开张 我们获取的经验当中 使我们把在广州的展览做到更有特色 我也再次表示 期待着大家的到来 谢谢 我们现在因为太接近了 于是每个人都说 香港的文化身份应该是怎样 我们的地域身份应该是怎样 我们的艺术身份应该是怎样 我们怎样跟别人是不同 但我对于今次展览的期望 绝对不是说 我要在剪片里面去找出 哪些是香港的 哪些是广州的 哪些是澳门的 哪些是深圳 绝对不是这样 而是我们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是否在尋找一些 我们认为在生活里面 最美好的东西 还有在我们生命里面 有没有一些更加理想性的东西 等着我们来創作 这次的诊品 就有四十多件 其实真的有十九件 和影视都有关的 所以这些证明 影视对年轻人的影响 或者对人的影响 我们就希望在我们这个平台 正义这个瑞角的展览 因为这是一个平台 你们展示你们所有作用 所以这次展览 我们是很想 我们可以做伴国主人 我们可以欢迎你们提供个场地 我们这个平台 我们一直都在建立着 在香港艺术发展局之座之下 我们文化地图有幸主办 这个瑞角朱三角新进艺术家 巡回展2011 展览将原有厉害的八间 香港院校的作品 扩展到粤港澳珠三角 十六间院校 由八间到十六间 就不单止是一个大跃进 当然 那么重要的是 是瑞角间的文化交流的迫切需要 展览的命名 瑞角 就是有这个锋芒展露的意思 让一群来自珠三角地区 才华幻日的艺术家 站在一起 能够在香港和广州两地 给此认同和交流 有了各方面的支持 以至令到巡回展览 顺利举行 多谢大家